歡迎收看 漁師團 歡迎四位帥哥好拉 漁師團 好 我們先歡迎三位跳舞嘉賓 好 邰哥 我說演藝圈真性情代表 就是您了 真的嗎 對 真性情是好事啊 是好事 可是你聽聽看 我接下來要說的 要說嗎 說 就是呢 一個常發脾氣的人 跟一個善於控制情緒的人 那個常發脾氣的人 得心臟病的機率 會高出19% 這跟有什麼關係 就是在說你 我是真性情 跟發脾氣是兩回事 好不好 這不要連在一起 我們當然很多專家 來跟大家解釋 什麼叫發脾氣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看 有哪些的狀況 第一個是 現場來猜一下是什麼 一定拍落敵啊 這題目出來一定是拍落敵啊 一定就是你耶 我意思是你為什麼要這樣 對 這 那你為什麼 這裡就浮現你的臉了 你知道嗎 我們這題就不多聊了啦 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潘老師啦 老師你怎麼樣嘛 不是 我跟你講 其實你也知道 我跟乃哥有一個相同的個性 就是我們是比較 講究完美的人 對 我們要求的東西是很 對不對 是 很實在的 對 很實在 就是想說把它做到最好 因為你知道 因為就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的影片的 其實點閱率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高 很厲害 因為要求很高 對 所以我要的高 我希望給大家能夠更好的東西 所以我每次要求大家 在排練的時候 我就想說 第一個 我一定會先把東西 先PO在我們的一個群組 告訴你 我今天要跳什麼 第幾個八拍要做什麼 我會先告訴你 你先學好之後 現場來 趕快那個 好 天天笑 明天下午一點鐘 大家全部集合 每一個人等到全部到齊了 大概差不多兩點多鐘了 你知道我的老師 要聚在一起 那個真的很難啊 因為每個老師每個老師工作 太忙 全部集在一起 然後每一個人來就走 大家都也都不講話 也就嬉皮笑臉了 大家就說 為什麼為什麼那麼晚 他說因為我們叫珊珊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因為 不好笑 真的很難笑 他們就很晚來 很晚來那我就 我就有點不太高興 因為很晚來就算了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種 老兵的個性 就你完全沒有時間觀念 然後三點鐘就要走 你兩點鐘來 請問你要排什麼 排練之後 你還要馬上要錄 錄完之後還要再剪 你要花多少時間 你以為這麼簡單 結果每一個人來就算了 然後你 我氣到我就把那個 因為他們也沒看我那麼 其實那個是一個小音響 因為大的音響我沒用 因為在排練 小的便宜啦 摔的還在哪 對 我就摔了 然後全部人都不講話 我就說搞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那不是已經講了 就已經告訴過你們 如果你今天要當一個 新級教練團隊 那你勢必就一定要 有東西拿出來嘛 那時候其實很氣 然後氣的時候 然後在排練的時候 他們還是一樣 動作記不守 這裡跑過來 那裡弄過去 我真的對著鏡子 我就一腳就 後來鏡子就破了 就整面鏡子就踢破 氣到有一點 那個心臟的感覺 有點像 有點像刺 有東西在刺你 就揪在裡面 這麼氣喔 對 很氣 就氣到冒汗 然後手窩在裡面 都嚇到了 確實嚇到了 我就說好 就暫停一下 然後他們就繼續那個 我就到旁邊去休息 那我只想讓自己緩一下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已經爆金了 這兩邊的太陽穴一直在 嗯嗯嗯 所以我就覺得不太對 可是因為那時候 有那種 以前有過氣凶的狀況 所以我很擔心自己 在過於用力的時候 把肺也給搞一個 又破一個洞 所以我就會怕 我就站稍微停一下 說那今天大家都不要再排練 明天什麼時間 如果你們再晚到 那就OK 我們就不用再說了 什麼都不要再講了 大家就各自回家吃自己的 我晚上 下午跟他們排練 到晚上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今天一天 也都沒有在動 我就試著讓自己 去做一個胸推 因為我自己 教室裡面有一個 去緩和一下 緩和一下 對 我推兩個推不上去 痛 本來後的中途好了 可是你再用力的時候 他就痛 然後心跳的 就跳得很快 亂跳一通 我就實在是沒辦法 就找了家裡附近的 一個家醫師 就稍微看了一下 他說你這個叫做 什麼突發性 什麼心意不準 還是什麼東西 類似想這樣 我這種悶 悶在那邊 我講一個事實 前兩天的事情 前兩天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鄰居 他告訴我說 老師 我的心有一點 分量分量不舒服 我到了兩家醫院去看 沒有看好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個心臟科醫師 讓我知道 我就安排了他一個 心臟科的醫師 我就告訴他 就是在醫師好辣裡面 常常在上的一個心臟科醫師 我就推薦給他說 你可以去找他看 記得要去看 兩天前的事情 我打電話給他了 他說好沒有問題 先幫你掛號 前幾天我打電話給他說 你不要忘記去看 他太太跟我說 走了 我現在還是會難過 難過 因為我幫了他這個事情 結果我沒有幫他做到最後 我已經幫他安排好了 結果他沒有去 就走了 他就是心率不整 心率不整 對 工作太...可能太多太累 他就這樣走了 我那時候一下 我現在想說 我馬上就會想到 那個時候 對 你發脾氣的時候心率不整 對 他老師你要保重 會 不要太常生氣 我們建議就少一次 對 你要保重 為了我們大家好不好 不是 剛回來節目不要這樣 不要講 聊一聊 你自己人演的這樣 其實在我們在情緒激動的時候 不管我們是有 發洩出來 有大吼大罵 罵人 或什麼憋在心裡 都不講憋在心裡 都可能造成我們心臟循環氣筒的事情 都可能造成生命危險 那我們怎麼造一個生氣的人 他有沒有危險呢 我跟大家介紹一個簡單方式 幫他量血壓 就量血壓就好 是 我們知道人在激動的時候 如果血壓瞬間上升 只要超過180的話 那就可能造成血管破裂 對 破裂在腦袋 就可能腦中風 腦中風會瞬間死 對 但另外一件事情 有些人他喜怒不情預設 他就憋在心裡不講 但這有可能造成我們的 所謂膠感神經失衡 造成血壓急速下降 只要降到90以下 他就可能會頭暈貪軟 甚至昏倒 有些人跟他吵個下 昏倒在地上 那時候的血壓過低 所以當你情緒很激動的時候 幫旁邊的人量個血壓 知道他有沒有危險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當然我們勸架其實很難勸 拉不回來 老闆生氣誰敢勸 有個小方法 請他喝杯水或者吃個東西 為什麼 我們吞咽的動作 可以讓我們的腹膠感神經活化 會讓膠感神經重新平衡 這個時候會讓我們血壓心跳 比較快的穩定下來 像我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58歲的男生 他就有一天晚上 跟他太太吵架之後 突然開始胸悶 他本來覺得沒什麼 因為他真的那個時候吵架 也就慢慢的氣也消了 但是悶了五分鐘 悶了半小時還沒好 而且那時候悶以外 他會覺得酸酸的 從前秋一路酸到後背去 而且後面有撕裂的感覺 因為他是我朋友 就打電話給我晚上十點鐘 我說你量個血壓 結果兩個血壓馬上不對了 平常他血壓不高才130 那時候標了220 我說我一聽血壓這麼高 不對 請他去計程室 馬上電腦斷成一座 你知道主動脈玻璃的典型特徵就是 而且會裂到後面 他從胸痛 血壓高 再這樣後面會痛 三個典型特徵都有 還有我們及時發現 他十一點到急診室 一點鐘開刀 就回一條命 不然主動脈玻璃是非常危險 所以血壓瞬間上升 情緒來的時候要注意 血壓高到一個程度 要小心腦袋跟心臟 會不會主動來剝裂 要非常小心 他有一種會 有時候會莫名的一種 那是心率不整 你是心率不整 你是個天生可能就有了 心率不整是 這是天生的 天生也會有 對啊 有很多有些人遺傳 有些人後天 那不管怎樣 情緒很容易引發 如果情緒來的時候 他就容易激動化 那就要減少情緒 減少外界的刺激 少喝點咖啡 少一點茶 規律生活會有幫忙 我覺得有的時候你會生氣 是因為你身邊親近的人 在弄你 是 因為像我們這種 就是真的很真性情的人 我們是真心跟人家交配 我在跟人家講事情的時候 那我經紀人有的時候 他就是會 比較 我們這種 一頭熱的人 然後聽到別人那種 雷雷 你就會 真的 而且我的個性是 零到一百 就是瞬間 對 就只要一秒 那個你特斯拉一塊 我跟你講就是 我們很難 中間的跟人家講話 我們一定就是 瞬間上去 沒錯 然後有的時候你那個情緒 一高壓 你一講完一大串話之後 對不對 你會發現你這邊 缺氧的感覺 對 然後呢 人會有一點 飄飄的 你會覺得你腦袋 叫你的身體 冷靜下來 然後是我那時候 就跟我經紀人 就講了一個工作的事情 然後講到 我就整個人氣到不行 然後我電話一掛斷之後 就突然間就覺得 然後我就想找一張椅子 這樣坐下來這樣 好大聲 有點像 就是整個耳朵裡面 都是那種 聽得見 都聽得見 然後大聲到 你覺得 是不是現在應該要做點什麼 可是你又沒有力氣 你要再去打通的話 都不可能 然後我就這樣坐在那邊 就這樣 大家休息了大概至少 十五 二十分鐘 然後你才讓你的那個 心情稍微緩和下來 可是你真的瞬間 而且我後來去照鏡子 真的是這邊就有一條那個 那個筋 對啊 是浮起來 暴筋 而且浮起來就算囉 你摸它是這樣突突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摸它 它會有點這樣 砰砰 就往外擴張 對 它往外擴張 好像打針 打血管 對 然後最可怕的是 因為我後來就是 有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會 不是 誰走在那裡啊 不要一直想講笑話 對 然後 然後我又生氣了 你看就是這種人 然後我就去跟一個 就是我認識的那個 嘉義課的那個意思 然後就來聊天 然後她就說 我說小姐 我勸你 她說 因為她說 我後面那個小腦的血管 比較細 她說 我勸你不要這樣 我跟你講 她講完我又想生氣 好易入喔 然後可是 你知道 可是我們這種人 就要有人提醒我們 因為我們 當下生氣 我們沒有想太多 她說王小姐 我真心地勸你 你一定要少生氣 少情緒的起步 不然你真的會很年輕 都中風 這時候我會建議私家 你可以帶一小瓶水 或帶點軟糖 如果情緒真的很來的時候 倒一小杯水 或是吃一個軟糖 咬一咬 這我剛剛講到 主角的動作 可以讓你喚起身體的 腹膠感的活化 那時候會 因為你這時候情緒真的下不來 有時候我們自己生氣 就是那個情緒是積在那裡嗎 對 劉醫師你相信我 會被水 他會把水跟軟糖 丟在經濟人身體 對 我正要接這句話 真的 不但還好 真的 他沒有武器 要帶瓶水 鋼皮都打過去了 對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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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氣壓起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 你看 他那時候是 因為我有一個小的那個 音響 砸音響 你想想看 要是拿個小鋼皮的話 就出去了 直接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對 什麼時候 ね WhatsApp